我认为朝廷命官 上要对得起皇上 要对得起节度使大人 下要对得起两者的黎明百姓 怎么能不管 对 大人有圣贤之风 小的们受益匪浅 大人 谢谢 这把钱 各位老爷 信花楼的姑娘们来了 快 给大人奏一首知心的曲子 快 郑大人 大人有圣贤之风 而小的读书太少了 如今小的们正日夜恶补 小的们读的就是这些书 就是这些书 这套书小的就献给大人了 以便大人可以救书多指点小的们 给大人进献几套书 这些书总不能说有什么关节之嫌疑 是 是 大人 收下吧 我不管你读不读书 总之 这批木料 我只能把它当作烧火用柴火的价钱给你了 大人 你赏多少就是多少 是 若是与大人讨价还价一个子 谁就不是爹妈生的 是啊 大人 现在你现在不论如何要给我们一个地方 是 我们好好孝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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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激 对 来 喝茶 来 大人 小的可找到你了 郑大人 郑老爷 小的们如今也读圣贤书了 这几部数送给你老人家 您多多指教 大人 这部左传可精彩了 来 既然大家都来齐了 不妨给大家说个事 我这些天连话都懒得说 我还真是有件事情把我给难住了 那是什么事 你只管开口 只要有用得着小的地方 没有二话 对 开口 那我就不妨给大家说上一说 好 不过千万别万传 我们节度使大人 最近要衣锦还乡 好事 节度使功成名就 是应该效仿汉高祖故事衣锦还乡了 到时候我们俩这十几周可得热闹一番了 好事 各位有所不知 你们是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你们想想 这节度使大人 衣锦还乡 你们说 林安那边的费用就不必说了 可这边车马 仪仗 护从 得多少费用 还有灯彩 燕月 得多少费用 还有赏赐赢送 又得多少费用 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难难难 大人可真是太难了 诸位 我们既然靠了郑大人这棵大树 就该帮大人解难 诸位同行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怎么能让大人失了面子 也不能让前节度失了面子 明日我们就到大人府上去送 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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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送书 两阵节度实属 司马吴大人到 这个时候吴司马来此 必有密室 这样 诸位 还是暂且回避 好 那我先走了 再过来 不知司马来到 有失远迎 还请见谅 老爷子 好大兴趣 让司马爷见笑了 这么大场面 必有贵客 贵客呢 只是几个朋友 随便聚一聚 并无贵客 吴司马到此 有何见教 奉节度使之命 特地来询问 诸程所用的木材是否准备妥当了 请转禀节度使 木材均已半齐 木质如何 是天木山中上千年的巨木 千年不坏 哦 节度使吩咐 诸程事关重大 所用的木材 木质必须坚实 郑某 不敢疏忽 不敢疏忽 还有 节度使不日就要回乡探亲了 特地吩咐铸成之事不可一日停顿 一应物资都要及时供应 请回禀节度使 郑某既受重任 唯有鞠躬尽瘁 此而后已 以报节度使之欲之恩 我就这么说 怎么还摆着书 你们喝酒还有看书 吴司马不瞒你说 这书到用时方觉少 过去我们圣贤之书读少了 如今只能抽时间补补 边喝酒边读圣贤书 我走了 好 不错 这算得上是地道的夜明珠 来来来 看看 哎呀 这个木头啊绝对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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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 那都是上海的木头啊 这也是上海的 放行 放行 没问题 哎呦 你瞧瞧 大管家 善先生 看看货到齐了没有 这木材 看来有些腐朽了 还能造成楼吗 这些可都是天雾山中的硬木 花了大价钱采办的 怎么造不得楼呢 你不要眼睛看好了 哎呀管家 我眼睛没花呀 这是我的货啊 你看 来来来来来 收一点啊 还有一批货 这些木材是我们家老爷亲自验收的 还会有错 在那边 你说应用鸡蛋里面挑骨头 找到我们家老爷说去 管家老爷 进过来看这木头 是 是 再看一下 这个 等你点啊 鸡根 好了好了 快点 好 这木材 到底朽没朽啊 哎 反正祝成宗采办 已经验收过了 总不会有错吧 街坑礼相 老少人等 大家听好了啊 放 县太爷遇事 大唐鹏城郡王 上驻国震东震海截斗使 前王爷还乡叹气 好 我等利民都要涉治相安 恭候前王 不得有误 好 有误了 县太爷有语 每家每户交银王娟二两 好 立刻搅旗 旅旗不搅 夹备出发 前王回乡探亲 怎么我们还得交银王娟呢 对啊 前进宝 这是县太爷的意思 还是前王爷的意思 谁的意思 你修管是谁的意思 你照搅就行了 你说这迎接前王爷 又要修桥铸路 又要搭牌放遮井卖 这得花多少钱呢 这衙门怎么出得起 前进宝 迎王娟一收 见太爷得风头 你也可开点油吧 对 你别哭了 再说报告 谢谢大爷 已获 有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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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有获 aking 向盖 你看那边 这又骷髅又刷房 天资几人干什么 你看 山上的树都要采抽包起来 地方官搞得实在太过分了 总喜欢张扬和排场 讨厌 这些地方官 总是挖坑心思 讨好上司 总希望上司说他们能干政绩好 这样他们就可以升官发财了 千年疾病难以根除 乡亲们又要负我们了 想去这些心里就不舒服 搞这些排场钱从哪里来 恐怕又是从乡亲那里收捐税收来的 叫人好好去查一查 你看那边 快点 快 慢些 快 慢些 快点 快 去 李正爷 这老太婆既不缴银王娟又不去铺路 请李正爷发乱 老太婆 缴不上银王娟又不肯认罚去铺路 是何道理 我老太婆 我老太婆无辜而无女 几十多岁了 怎么铺的都路 还敢言嘴 你可知道黄土铺路是为了迎接钱王爷 他回来就回来吧 专门铺路 专门铺什么路啊 你个死老太婆 你懂个屁 能让钱王爷看到我们林安这坑坑洼洼的路吗 能让他看到破烂的房子 店铺街道吗 这都得遮起来 你看见没有 这山上的树木都已经用绸缎包起来了 总之 不能让钱王爷看到我们林安不好的东西 要不然 我们现在严的面子往哪搁 明白了吗 一切都是为了钱王爷 钱王 钱王不就是活流吗 对 老婆子 你找死 你敢请问钱王爷 钱王 钱王也是人 钱王是爹妈生的 当年还是我给他接生的 既然钱王是你接生的 快说说钱王出生的时候有什么怪异 对 跟我们说说 他妈妈十月怀胎 剩下来是一团鞋块 开口便哇哇直哭 跟你们都没什么两样 老太婆胡说八道 钱王爷跟我们凡人那就是不一样 对 那就是不一样 听说满屋子都是车马声喊沙声 好像千秋万马那样 听说钱王出生的时候满屋放红光 真的 你这回事吧 我们俩是没看到 说句嚼舌根的话 他爹显他长得难看 要把他扔到井里面给咽死 我 你看他可怜 才赶紧告诉了他婆婆 好歹留下了这条小命 因此就叫活流 完了 你这个死老太婆竟敢诋毁前王 这还了得 来人哪 抓住 方老婆 说是不想活了 来人 胆子在哪 李正言 我这等着 把这个老太婆给我抓去挑杀铺路 若再不从 给我抓到衙门去 是 你回家就回家吧 老太婆走 我还要让我老太婆吃苦 好 来吧 两位军爷 来了 来了 两位军爷 里边早就没人了 走吧 走 走 活流 你还忍得我 就是这个老阿婆给我接生的 老阿婆 老阿婆 你老人家可好 我都来看你了 当然认得了 没有你接生 那就没有我这个人了 小姐们 请起来 起来 都起来 好 听人家说 不管谁做了打官 就不认得街坊邻居了 我不信 你是我看着生下的 看着一年年打打 会不认得我 果然你一眼就认出我 都好高兴 阿婆做好 胡流 阿婆没老 阿婆老了没 没有 真的 老阿婆还见着呢 看阿婆的气色 还能够替乡亲们接生 还可以做好些事情 阿婆 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了 无儿无女的一个老太婆 才能怎么样 安日子罢了 不要难过 哎 无量 哎 拿些银两来给老阿婆 阿婆打半截入土的人了 要银子干什么 不要 阿婆这样 婆刘给老阿婆专造一座报恩坊 阿婆也荣耀荣耀 阿婆千万别造 要荣耀有什么用 不要不要 那老阿婆想要什么呀 我呀 我想是想 说了办不到啊 你先说出来 我给人家接生了大半辈子 却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我常想 要是有一个儿子养活我 姥姥给我送中 那该多好啊 办不到 老阿婆 这事好办 这事婆刘能办到 千千宝 过来 快点 天哪 这王爷叫我的名字 这王爷记得我 王爷有何吩咐 千千宝 你如今什么差事 冰王爷 小的当的礼政 那也是父母官 父母官就得为百姓办事 我请问你 此番回故乡 惊动地方 但见铺路刷房 包裹树木 如此粉饰太平 银两从何而来啊 回王爷 奉谢太爷的号令 每户照收二两银王娟 果然探卷 真是荒唐 王爷息怒 王爷 这是灵安县告示 这怪不得小人 起来起来 与你无关 谢王爷快说 嬴王娟定要查明 眼前有件事 你必须要认真做好吗 王爷差遣万死不辞 好身为父母官 理应为民解忧为民排难 你从今天起 给老阿婆当儿子 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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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这 不行 你刚刚不是说万死不辞吗 如今连一死都不曾死 就不愿了 不 不 愿意 愿意 那就好 这就定了 老阿婆 你这个儿子可喜欢 你给老阿婆磕磕头 喊声吧 不 我怕 我不敢 哪有这当妈的怕儿子呢 是不是 不用怕他 老婆 你这儿子要是对你不孝顺 不好好伺候你 你告诉我 我请组长相亲狠狠教训他 不敢不孝顺 不敢不孝顺 那好 快点 赶紧叫声妈 磕个头 伺候着 快点 妈 儿子给你磕头了 这 你先起来吧 这 这 好好好 这会儿 晨光不早了 赶快把你妈背回家 茶饭伺候着 听到了没有 是 那我背你回家 婆柳 我 天女宝 还有个交代 你妈她苦了一辈子 从来没过个好日子 从没有笑脸 如今有了儿子 从此不必愁衣食 每天要喜笑颜开的 你妈若不笑我拿你试问 听到吗 是 现在让你妈笑 让你妈笑一笑 妈 你妈 你就笑一个 帮帮帮 你笑一笑 你不笑儿子 哭不了关他 啊 笑啊 我 你 你 你 哭了呀 我妈呀 我求你别哭呀 我 你 你笑一笑 儿子的命都攥在你的手里 你千万不能哭啊 你发个慈悲 你笑一笑啊 啊 这 怎么 儿子 儿子跟你说个笑话 儿子跟你说个笑话 啊 你笑一笑 啊 啊 张主席 你把今天这事记下来 千金宝任老阿婆为妈终身伺候 以后让临安当地的官员每日记茶 若是老阿婆日子不舒畅没有笑脸 来 找千金宝 静衙训问 哎哟 哎哟 妈呀 儿子的小命就攥在你老的手里了 哎哟 妈呀 妈 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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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笑了 笑了 我没醉了 我没醉了 我 我没醉了 我 哎哟 太好了 我 怎么了 怎么了 跟我说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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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说 呢 튼 哎 还 Vietnamese 他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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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娘带媳妇孙儿来看你了 爹 爹 爹 儿子不孝来迟了 日后改过就是 求你老人家开门 爹 五亮看一下 姐夫 锁着门呢院里没人 爹一定生我气了 所以走了门 不见我 大哥 看来岳父大人是执意不肯相见 要不我们先去见乡亲们 等我寻着岳父大人再说 大人 大人 尊赵吩咐 在祠堂里摆了酒宴宴请相亲 是否先去祠堂看看 只能如此了 只能如此了 都听好 今日宴请相亲 王爷有令 酒席需分党设置 使用器皿 必须分出老月尊碑 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需用银尊成九 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需用金尊成九 九十岁以上的老人 用玉尊成九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忙去吧 妈 这里面那么多神位 都是写着姓田的 记住了 这是钱家历大的祖宗 冠儿 凤儿 走 玩去吧 王爷到 相公回来了 阿夫人 谢清酒席都准备好了 夫人辛苦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好 大爷 父老乡亲们来了 六十宫 六十宫 玻璃有礼了 你可是真是出息了 该叫你钱王爷 不不不就叫玻璃 请 里面请 到里面请 请 里面请 怎么样 别找到了吗 没有 你看 里面请 大家很客气 里面请 请 何处可清新 石敬镇外张树林 也是去了石敬镇 这纸条哪来的 方才我向左连友社相亲打天 以为大伯给了我这个纸条 这条子是爹留给我的 我要去找爹 哥 相公 岳父他明知道你回来探亲 却偏偏去了石敬镇 这是故意在夺你 你这样独自前去恐怕 相公 我看这样 我和翠云陪你去接公公回来 再带上凤儿和冠儿 想必他见到孩子会开心一点 不管怎么样 我要单独先去接爹 我先走 哥 哥 我先走 我先走 千刘 本阵就任你为石敬镇军的天将了 真的 这就叫做英雄星星相惜 也报答你救命之恩 董昌之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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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凤妹妹 妈这里埋着谁呀 冠儿 这里埋的就是我给你讲的故事里的那个人 那他不是一个坏人吗 他曾经也是个好人 只是官当大了之后 竟越变越坏 啊 冠儿 你可千万不能学他呀 啊 妈 那你为什么要流泪呢 知命人归藏天不深 不想竟然在这里 没找到岳父 但有个老婆给了我岳父大人留的字条 何处可行酒 茅山道远盘石后 爹一定在茅山 我明白爹的意思了 走 好 都到谁 天有母 我看他有不卻无珠 投胎部长落山王 千世不相 几世苦闻 都到谁 天有无恋 我看他有不卻无珠 夫人 你们先回去吧 相公 夫人 给一个人清净惯了 忽然间去了这么多人 我怕他心生不悦 你们先回去吧 好 爹 不孝之子婆刘 来看望您老人家了 爹 孩儿来迟了惹你生气 爹 孩儿知道你在里面 爹若是 还是不肯出来与人相见 那婆刘 就在这儿 常跪不起 爹 我只想图个清净安宁 你却偏来打扰我 何苦呢 爹 冬眠不见了 爹老了很多 你老人家身体可安康 都是婆刘不孝 让你老人家吃苦了 孩儿这次前来 爹 就是打算接爹去杭州 与儿孙一起 共享天伦之乐 你不用费心了 爹哪儿也不去 爹就在这儿 爹 儿子数次三番 派人来接爹去 爹就是不来杭州 今日儿子 诚心来接爹 爹又闭门不见 这让婆刘如何做人呢 你受了蓬城郡王 上驻国镇海镇东 两军节度时 官辖着两浙十余州 谁敢对你说个不字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 爹 你要这样说 孩儿我更是无敌自容了 稍有点功劳 受了皇帝的赏赐 便不知天高地厚 竟学起 汉高祖衣锦还乡 你钱婆刘 能与汉高祖相比 你一路招摇好荣耀 可知得花多少银两 还不是又谈到百姓头上啊 还不是又谈到百姓头上啊 日前每户要加收二两银王捐 多少穷苦乡亲 缴纳不出被日夜追索 你这畜生啊 你可知道在乡亲们的心目中 这笔账课是记在你钱婆刘头上的吗 爹 海儿确实不知此事啊 此次回乡 只为探望爹爹探望父老乡亲 并且接爹回航而已 不了地方如此张扬 林安银王捐一事 海儿一旦查明 将命林安县 将银王捐如数退还众乡亲 并严查铺张粉刷取悦上官之官吏 爹 儿子向父老乡亲 认错谢罪 就悄悄回航州 海儿肯请爹与海儿一起回杭州 爹 海儿求你了 我不去 杭州不太平 说不定什么时候人家把城破了 我变成了俘虏了 爹 绝不可能 海儿回下 两者军兵枪马壮 新城又将铸城 我杭州更固若金汤 两者能保长久太平 赤儿啊赤儿 你何时才能高瞻天下 远瞩未来呢 蜀木寸光还自以为是 这两者的浮原狭窄 受吴敏 淮南三面包围 打起仗来 根本没有回旋余地 两者的覆灭 杭州城的陷落 那是迟早的事 爹 您教训得极是 海儿一定力兵莫马 振戈戴戴 强兵长辈 苦心经营 绝不是两者受骚扰 爹 你放心 海儿 一定谨记爹的教训 这样一来 我前家更难逃 灭族之厄运了 爹 此话又从何说起啊 海儿 你知道爹为什么不见你啊 爹实在是不敢见你啊 你少读圣贤之书 天下之大 华夏之久 你都不知若两者富强了 你恐怕 也会像董昌一样的自立为皇 与中原作对 你现在不想 将来会想 你不想 你身边的人会想 他们会缩弄你 到那个时候 你会变糊涂了 与中原作对的下场 那就株连九族 弃势长安 海儿啊 你若真有孝敬之心 从此断绝父子名分 就让爹窝居茅山 免受株连之祸呀 爹 海儿并非明万不化 虽然少读圣贤之书 但自有受爹教诲 能辨是非 能知臣之责任 忠于大唐 不费世大之理 爹不信请看事实 我那吉义兄 董昌对儿有提拔之恩 江湖义众 兄弟情深 但他叛逆反唐 爹 而讨凭董昌毫不留情 海儿不会倒塌覆辙 而深知尊奉中原则昌 反之则亡 请爹相信我 看来海儿还是有些长进 方才石敬阵没白去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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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 爹 还是把这神器传于你吧 爹 这木匣之中 是什么 你回去打开便知 记住 将他日夜放至世中 人在 他在 人不在 他也一定要在 是 并且将他传给狄子 子再传孙 孙再传子 世世代代 一直传到 他的归处 海儿 一定不负爹所教诲的 海儿记下了 海儿 将爹说的话 你在复诵 三碧 将此神器 传于狄子 子再传孙 孙再传子 世世代代 相传下去 一直传到 他的归处 世世代代 相传下去 一直传到 他的归处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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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孩子们 你们知道你们的爹为什么叫婆刘吗 不知道 为什么 你们的爹刚生下来的时候是又黑又丑 你们爷爷不想要他了 就要把他丢在这个井里边 好本心 后来你们的婆婆硬要留下他 所以他才叫婆刘 姐 我姐夫回来了 姐夫 相公 公公怎么没有给你回来 爹说的是对的 我是应该好好反省反省 夫人 凤妹 明日我们便回杭州 有些事情要赶紧做 掌书记 在 你传令杭州府临安县 查清此次回乡之费用 是 乡亲们的赢王娟要如数退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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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